我们找到了当地的那个老板娘 听说那个老板娘是当地最会做菜 最好吃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鱼洞 我从店里面看过 北方人做鱼洞 就是把那个鱼煮烂了 放在冬天放在冰天雪地面放一夜 它就自然就冻了 我们去的时候那个温度也不是零度 也不会像放在冰箱里 它怎么接冻 他们那个煮汤的时候 就是鱼切好了 放在那个水里面也没放什么东西 但是就看到他们的鱼鳞是保留的 平时你看菜场里鱼鳞 鱼鳞从来不会有留着的这个 为什么把鱼鳞给放进去呢 鱼鳞放里面的话 鱼鳞的蛋白质比较多 因为放在煮鱼洞的时候 加在鱼鳞放里面 那个鱼鳞就结实一点 它的凝固的方法就是靠那个鱼鳞的高度的蛋白质 融化了以后变成了鱼洞 所以这也是我对一大发信仰的 因为这个地方的梯田也是汉族啊 瑶族啊 一些少数民族共同畅造的 所以我也想和当地人一起 用当地的食材 共同做一餐美食 美食就是从民间而来 他们有他们的那个做法 盾啊或者煮啊 或者那个我们刚刚说的那个鱼洞啊 那么我想带给他们的那种新的口味 就是我们僵直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甜酸对方 很简单的一样东西 在民间出现了以后 通过不同的喷润方法 变成了一个大宴席啊或者怎么样 其实它的食材 它的原理 它的喷润 就是应该就是接地气的东西 只不过是通过不同的分论方法 变成了我们所说可能就是比较高大上吧 但是它的我们所说的本 送从何来 就从民间 怎么去体现这个米呢 对不对 就这么一碗饭嘛 那么我就想做了一道金银炒饭 这是一种宫廷的那个玉扇来的 给皇帝吃的 有个好名字叫金银炒饭 所以炒出来的是一盘是金色的 一盘是银色的 既然是贡米是金银的 那就是不管是给谁 皇帝吃也好 谁吃也好 那么一定是好米 你们也来吃啊 你们也来吃 来来来来 好吃的 来来 搞个还有一个 鱼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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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尝一下 我来尝一下你的鱼洞 鱼洞 好吃 好吃了 像那个鱼洞味一样了 鱼洞就融化了 所以这是你们的特色 我从来没见过 吃辣椒吃得换吗 吃得换 对于我来说 食物是可以说话的 我就想在这片大地上 通过食物去感受 一下祖先们生活的样子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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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